这是一款SUV,缠自中国,俄罗斯图拉也有生产,在全球卖出了十万辆。可不仅仅是因为好看这么简单,它还是中国第一辆,驶入克里姆林宫,且同时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SUV。 它不仅是一辆车,还是你的私人助理,冷热管理一句话,外卖还能不要辣,心情不好不要怕,随时点歌燃到炸。啊,简直要被宠上了天呀。它就是SUV中的战斗机,哈佛F7。啊,这该死的,无处安放的魅力啊。